你比較會祝福那個龍學的新年齡 呃 對 看到他開心我也很開心 然後 也可以邀他一起來玩橘子的遊戲 可以更開心 認識男方嗎 認識認識 認識 沒有啊 比如說 我覺得跟他們三個搭配蠻好的 比JPM還好 對 他們兩個先休息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 平均年齡 年齡拉比較低 可能很好 體力好像會有點跟不上 但OK啦 平常有在運動 還可以 我覺得看個人耶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感情 都有自己的想法 沒有一定 那會祝福那個龍學的新年齡 呃 對 看到他開心我也很開心 然後 呃 也可以邀他一起來玩橘子的遊戲 可以更開心 認識男方嗎 認識認識 之前那個棒棒棒 其實會遇到一些瘋狂的粉絲 那其實之後兩位後輩一定也會遇到 因為我聽過就是小玉說有那個 粉絲會訂 他們旁邊的機位 嗯 或是直接住在他們對面的房間 對 透過貓眼頭看 房間人在幹嘛 對 對 那又如何應對這樣子的狀況 對 這些情況我們都曾經遇過 然後 那時候其實公司也蠻保護我們 就是我們的座位旁邊一定是 後來都是有被定起來的 然後我覺得還是要呼籲歌迷就是 追星還是要理智 就是你出席他的公開活動很OK 但是私底下的隱私還是建議不要去打擾 因為我們曾經就有是 有 那時候我們六個人住在一起的時候 有人闖進我們家的地下室 確實會讓我們覺得很害怕 那我覺得現在的 歌迷應該更理智了 然後 要遵守這些規則 有啊 有一次我們就是六個人回家吧 一開電梯 我們好像忘記那時候住幾樓 十樓 就一排歌迷坐在我們的七樓 我們就嚇死 然後後來其實就是有勤工之處理 希望大家還是理智追星去公開的活動 然後支持他們的寫真集演唱會 這樣子就很開心了 對 看啊 眼看啊 慢慢慢慢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柏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對 真的嗎 對 看什麼看 我要 لا 我沒有啊 快吧 快吧